台中五一高中生案下午开庭 又有行进展 赖姓高中生佩偶下姓男子 这次第八度穿着同款蓝色条纹T恤 在律师的陪同下准时抵达高分院 下姓男子今年六月一审 被依未造文书罪判处一年六个月的 有期徒刑一期认定婚姻无效 8号上午二审再上诉 过程中不断向法官表示冤枉 自己手机也被检警查扣数十次 倒是他没被搜一次 就要买一只新手机 也提到当时看到赖姓男子在搭电梯时 还曾经面带笑容 没想到他会寻断 一度拿起卫生纸擦拭 当停落泪激动哭了三十秒 夏姓先生你刚是因为想到 赖姓所以哭的吗 还是觉得自己很委屈 你是你爸亲生的吗 还是这是一种攻防策略 不过夏姓男子走出门外 就被声援赖姓高中生的民间团体 团团包围一路追骂 因为实在无法接受他在庭上的说辞 为什么在庭上会哭呢 有那么喷眼啊 你把自己变成受害者 面对指控夏姓男子一就选择 不乏抑郁 刑事判决二审才刚结束 全案尚未定验 各方角力持续 毕竟攸关到赖姓高中生 这无疑遗产到底归谁 夏娜也解释自己没有第一时间 抛弃继承是不想坐实 谋才害命的指控 但愿可以用输掉判决 来证明自己清白 但夏娜所未没有主动抛弃 不代表要继承的说法 却遭到八关当庭秒打链 质疑他是地震室 应该有相关知识 还强调口说无凭要求夏娜 应该让大家看到诚意 今期文综合报道